今天给大家开一个新的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可以说是 对大家之前所学的东西的一则 很好的总结跟提升 你们中间很多都是老板 或者高级白领 高级官员 一般的地位低的人 他不会进来学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人类在整个求自己的成功的过程中 最后是不成功的 因为你最后一辈子到死的时候 才会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都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 最后都带不走 所以带着一种失落感离开这个地球 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你所追求的这个成功 这个概念 是不是这个本身就有问题 但是我们一致以来缺乏一个系统 就是让大家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 而感恩这个熊春典教授呢 他把这本书出出来了 就是东方之旅学 可以说这个 我跟我师父交流的时候 他说这本书在国内反响很大 那么甚至说他这么多年所累积出的书的这个分量 都不如这本书的分量重 那么我后来我就确实的感触 很感触 为什么 这个我们特别是这个近代以来 这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 一百多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笑话西方 自以为我们追求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就是很少有一个大使 能够真正的用一个系统理论 来让我们清楚明白的看到 说我们错了 那这个功德是无量 那虽然现在在这个 社会上讲这个如实道的很多 包括一些佛家的大师大德 那么道家的一些大师大德 还有辱学的一些教授 但是呢 真正的把我们人类现在的问题发现的 能够很清晰明白的用一本书来 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自己错了 这个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本 我师父虽然之前也出了很多的书 但是都在不同的这个方面时去讲 而是这个把所有的东西 笼到一个系统中的 就是这本书 所以你们能够选择来上这堂课 实在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应该也强励 强励自己 因为这个 有的人问我说老师你教这么多功法 到底我学哪个有用啊 我又要学哪个 所以是那看你自己 你如果是真的只想健身 或者只想这辈子活得开开心心 那你简单的学三五个就够了 你学里面的三五个就够了 但是你如果是说发大心 这辈子真想帮很多人的话 那你就只学那么三个五个就不够 那你就要学一个系统 因为你将来带别人的时候 你只有你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人带到一个究竟的彼岸 否则的话你只是会那么三脚毛功夫会两下子 那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个leader 做一个领袖 做一个导游 做一个导师 你就不能够把正确的方向指引给别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替大家想 那么实际上今天你如果把这个人生治理学完整学下来 你就会跟我一样的总是替别人想 很想为自己想 因为你会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看问题想问题 做事情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在做成功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向内求 就是向自己的身内来寻找成功的方法 而不是向外 那现在都是在外面学立志法 学管理学呀 学各种各样的机能啊 那么以为这个样子就可以成功 但是实际上来讲 近代以来成功者实在太少了 如果从这个圣者的这个角度要求的话 无论是专修的出家人 还是这个兼修的在家住 我们看到的成就者实在是没有及格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有什么事 这些人都可以成功的地方 多数个人都是在家住